丫头,房爷爷想喝酱香味的手磨咖啡,能帮我去外面买一杯吗? 续节上集,乐轩出国留学之前,带着几个哥哥回大山里看望村长爷爷和太奶,而就在沈丰回家的第二天,远在法国的老三沈灵也回去了。 乐轩反程当天,兄弟俩准时来到了机场迎接。 二哥三哥,你们来了? 五个哥哥已经快两年没有同时在一起了,全都变成了大小伙子。 老大沉稳帅气,老二英俊替躺,老三依旧文质彬彬。 我去,你在法国怎么整了这么个鬼发型回来?老四老五还没长开,暂时跟帅气沾不上边,而咱们的小汉堡已经是亭云立的邻家女孩了。 小妹,两年不见个子没怎么长,人怎么反而变害羞了? 我说沈大医生,你现在倒是不害羞了,就是你这个鬼发型,不怕回去被爷爷和老爸收拾吗? 我说二哥,三哥是从浪漫之都回来的,弄个时髦点的发型怎么了?你嫉妒啊? 臭小子,两年不见,皮还这么痒,有本事回家练练。 你们还别说,三哥去了烫法国,回来完全大变样了。 是啊三哥,以前你都不怎么说话,现在怎么编得跟个画廊似的,再拿我开涮,小心我把某人跟某某人的小秘密说出来哦。 我闭嘴,三哥啥也不说了,咱们快回家吧,爷爷奶奶他们该等着急了。 回家的第二天,听说方老爷子就在沈氏集团自家的医院住院,沈灵还没来得及休息,便去了医院开始做班,一同前往的还有乐轩。 病房里,听说沈灵今天要来,方颖便早早地孝顺在了爷爷的病床前。 方爷爷,我和三哥来看您了。 方爷爷,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,这几天好些了吗? 是小三和轩儿来了呀,方爷爷好多了,你们家的医生还真有两把刷子。 一旁的方颖红着小脸呆呆地坐着,眼神不时地瞟了瞟沈灵。 这一幕也被方老爷子抓拍到,他贼溜溜地打亮着眼前这个大小伙子,然后又看了看大孙女方颖,老土匪顿时起了抢人的心思。 以前光顾着沈家大小子沈亿了,没想到三小子也是一表人才,不错不错。 随后老土匪灵机一动,使唤一旁多余的小乐轩。 丫头,方爷爷想喝酱香味的手磨咖啡,能帮我去外面买一杯吗? 方爷爷,还是我去吧,小妹留在这里陪你说会话。 你别去,一会帮我检查检查身体,让丫头跑一趟吧。 乐轩听完立刻瞄懂,心领神会地准备开溜。 好的方爷爷,我马上去给您买。 谁料丫头刚走,老土匪就眼睛一闭,开始装睡了。 此刻屋子里的空气瞬间凝固,沈云和方颖面面相去,谁都不好意思第一个开口。 那个,还是你先说吧。 这次回来还走吗? 二号病房该打针了,谈恋爱的请出去谈,不要影响病人休息。 那个,方爷爷,你好好休息,我就在医院五楼的办公室,有什么事情你让隐隐来叫我? 三儿那你去忙吧,我这没什么大事。 丫头,刚才那小子叫你什么来着,我没听清。 爷爷,你也取笑人家,再说我回家了。 爷爷知道,爷爷什么都懂,正好你跑一趟,去帮爷爷问问沈大医生,平时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,最好让他帮我列张食谱。 好的,爷爷。 两人几年不见,虽然平时有来往消息,但还没走到那种地步,方颖也不知道沈灵现在有没有女朋友。 怎么了,盈盈? 没,没怎么?我爷爷要我过来问问你。 方颖还没问完,沈灵就恬不知耻地脱口而出。 我没有女朋友。 方颖顿时傻了,脑子瞬间短路,不知道该如何接话。 给你爷爷写食谱,要不要? 啊,你没有女朋友啊? 不是,我是说,谢谢你给我爷爷写食谱。 嗯,没有女朋友,不过你谢早了,我还没给方爷爷写食谱呢,那去我办公室吧,我现在写。 好,你前面带路。 沈灵在前面走着,方颖则秒遍淑女的跟在后面,而乐轩那边,离开医院后她便来到了自家公司,准备等沈大总裁一起下班回家。 肚子饿了没? 还不太饿,能坚持到回家爬上餐桌? 那等会我早点下班,出去喝点东西。 好啊,哥你请客,我要喝酱香味的手磨咖啡。 没问题,想吃什么随便点,一辈子哥都请你。 在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之后,沈一对乐轩的感情转变,逐渐发生了细微的变化,两人之前的隔阂似乎也在慢慢被磨灭,逐渐产生了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,一家人也都看出了端倪。 大嫂,叶儿最近怪怪的,她该不会跟轩儿一样,也想起上辈子的事了吧。 臭小子最近是有点不对劲,除了轩儿一人,她似乎都不愿意跟家里其他人交流了。 按照乐轩之前的记忆,沈一上辈子是个战功赫赫的将军,最终由于皇帝反对六公主和她的婚事,双双落得个同归于尽的下场。 你们别担心,一儿不会有事的,她现在这情况,肯定不会比小时候的抑郁症更严重。 第二天一早,沈一平静地跟乐轩道别,准备去公司上班。 我先去公司,很快就回来。 哥我去公司等你,等我去国外了,就没时间等你了哦。 沈一揉了揉她的小脑袋,轻声地说道。 那到时就轮到我等你了。 看着眼前的场景,老太太和白静一顿是红了眼眶,俩个可怜的孩子,一点点分离都显得那么依不舍,更别说将来远在一国他乡了。 沈老爷子立刻将沈一叫到了书房。 一儿,能给爷爷说说? 这些日子我们观察,你突然对丫头有了如此深的执念,除了轩儿,你都不怎么跟家里人沟通了,是什么原因呢? 爷爷,前世注定,您信吗? 你,你是记起了什么吗? 看来大家猜得没错,沈一似乎确实想起了一些东西,故事也越来越精彩了。